看见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五种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绳结技巧 首先分享第一种 约是撑人结 又叫高空逃生下降结 结法简单 使用性强 打结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绳子中间对折 然后形成一个单结 打出单结的同时 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整绳套的大小 单结完成之后 上方的绳环大小取决于绳套的大小 感觉小了就往上拉一段距离 够用之后 单绳环反至双绳下方 在半扣上方的双绳进行提动 然后我们拉伸 收紧整理即可 形成的节点非常的牢固 特别的结实 安全方便 可靠 使用 第二种单套结 单套结是由绳结之王 咱们演变而成 打出一个简易的单结之后 想要形成一个快速的结点 有很多人不会打单套结 这样的单结大家都会 绳头预留一段距离 然后翻转半周的同时 短绳头向上提动 提动完成之后 我们再次将绳头压住主绳下方 反至上方 拉伸 收紧 无论是登山 攀岩 探险 高空下降 应急拖车 施工作业 我们都可以使用此结 打结方法 看一次就懂 看一次就会 非常的结实 特别的牢固 使用 第三种 绳头 对接 亨特结 亨特结是绳头对接当中 最结实 安全 牢固 可靠的打结方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用途也是非常的广泛 针对于绳子 破骨 断骨 来不及换绳 不会打结的 我们可以学一学这个方法 它的打结方法 非常的简单 只要两个绳头 各自搭接对方一段距离 在中间进行一个均匀的对折 向外侧翻转的同时 我们旋转半圈 收尾的方法就非常的简单了 收尾之后 我们就这样 绳头一反一正 从双绳圈中窜出 就这样 双向拉伸一段距离之后 看似并不牢固 我们受力 一整理 直接成形 可以说达到一个 宁舌不开的状态 非常的安全 特别的牢固 可靠 使用 咱们这种方法 也是最常见 最可靠的了 第四种经典的绳结 定位毛结 户外拖车 锁装 定点 定位 都在广泛的使用 它的解法还非常的简单 使用起来非常的快速 而且 形成的节点 可以说是宁舌不开 短绳搭接 折双处 这样缠绕 缠绕完成之后 翻转 翻转的同时 直接后方的绳环 大小 针对于主绳来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 将后方的绳环 窜入前方 进行锁紧 然后我们这样一收紧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收紧完成的节点 也是非常结实 特别牢固 安全可靠 实用性超强的 这样受力的同时 它可以说是宁舌 都不会开扣了 双套托尔节的接法 双套托尔节 形成的节点 非常的结实 特别的稳固 形成的节点 可以说是无绳头 也就是不是活节 而是一个永久式的死节 但是节点 极其的均匀 特别的实用 用起来特别放心 双绳环对折 左右互相搭接 形成节点之后 我们用手压住 反之后方的同时 用后手直接捏住 四个绳环 两侧大绳环 按照顺序 两侧的顺序 向内侧翻转 然后绳环大小 需要多长 自己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 调整均匀 直接收紧即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收紧之后的效果 绝对安全 特别牢固 非常的实用 然后再绳环大小 再绳环大小 再绳环大小